全球自由度连续第12年持续恶化 政治权利和公民自由度跌至最低点 致力于民主、政治自由和人权研究的自由之家 1月16号在华盛顿公布了2018年世界自由报告 在报告评估的195个国家和地区中 一半以上被评为不自由或者部分自由 中国大陆一如既往被评为不自由国家 在总分100分钟只得到14分 香港地区已经降低的自由度再受重创 以59分被评为部分自由 西藏地区的自由度全世界最低仅得1分 比朝鲜还差了2分 刚才我们公布了国际非政府组织自由之家 发布的2017年度的报告 这个报告在1分为最自由 7分为最不自由的指标当中 中国的政治权利为7 公民权利为6 总体为6.5 为世界上最不自由的国家之一 报告中还特别强调 中国的媒体和网络没有自由度 而且从近几年的报告比较来看 中国的自由度总体在下滑 那么下面我们就来邀请人权网站 改变中国的创办人曹亚循女士 来谈谈她的观察 曹女士你好 你好 您觉得自由之家的报告所指出的 中国是政治和公民权利最不自由的国家之一 媒体和网络则完全没有自由 那您认为这份报告是不是反映了中国的实际情况 是的 我认为是反映了中国非常实际的一个情况 那么自由之家的报告呢 我们知道它有一个很长的一个传统 所以呢 它的这个从方法论到它的研究的使用的资料 到它的结论 那么多少年来它是被广泛认为非常可靠可信的 那么实际情况呢 我们看一下近年的话 可以看到就特别是习近平上来的这几年 这个已经是谈了很多的一个话题 就是中他全面的从立法 就两年内紧急立法控制就是言论 媒体公民社会 还有司法各种条例去限制 对人权和自由的辩护 它在新疆和西藏基本上是一个警察国家的一个状态 那么在一个从技术手段上去执行 去大范围的这个监控 对公民实行这个信用打分 进行人脸测试 那么很多公民他仅仅是因为发表过一些言乐 或者维护过自己的权利 他去火车站买票什么 他的这个身份卡就会出现警示什么之类的 就是这个是 这都是近几年非常非常新的事件 那么这份报告呢 说中国总体自由度 这几年正在不断下滑 您觉得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 那么我们要知道中国一直是一个不自由的国家 那么这个对自由的限制和打压是一直存在的 即使是在所谓最最开放的时候 1980年代都被认为是改革开放 思想开放的黄金年代 那个时候就有反精神污染 严打 然后80年代末又有八九运动 那么90年代2000年到现在 这是没有断过的 但是这几年就连这个有限的空间都更为狭窄 我认为呢 驱使中国政府 特别是习近平上台以来这样做的一个动力 是政权安全危机 从党的层面来说 他们认为就是说这个共产党统治 在面临一个危机 如果比方说我记得2011年 2010年的时候 那时候的中国的微博啊 什么还相对比较自由 很多人可以在上面自由说话 我记得这个中国军方 中国政府的人就认为这个互联网 这个社交媒体是一个上干领 我们必须要夺这个阵地 那么从个人层面来说 习近平他感到他必须巩固权力 加大自己的权力 来对国家进行控制 对这个政权进行控制 那么自由之家的这个报告呢 还指明了下面这个问题 他说中国呢正在悄悄地推行他的政策 试图把在中国国内广泛使用的这个新闻检查 扩大到其他国家 这是怎么回事 跟我们谈谈 您在这方面的观察好吗 对 他这个呢 他这个主要的动机呢 还是要控制海外 对这个 就是不能说中国的坏话 不能批评中国 他还是基本上是这样一个出使动机 那么他通过各种方式去控制 比方说在海外华人的媒体 中文媒体 那么他进行渗透 不是那不管是渗透了 那就是购买 非常严重 那么他把中央电视台 在华盛顿市中心架起来 他基本上就说他和国际 他在这儿吸引观众 他做一些和政治无关的节目 听说做得非常好 但是呢 他在你要是看他的时事节目 他实际上是 因为时事节目 他是一个选择的 他很反映这个电视节目的价值观 那么对就是说 他把自己的这个插页 这个中国日报的插页 卖到纽约时报那里 卖到华盛顿邮报那里 就是说夹到中间 虽然这些报纸实际上是对中国的政治不自由 人权不自由 是持非常强烈的批评态度 那么在大学呢 他给这个研究中国的学术界人士施压 如果你批评中国的话 就不给你中国签证 同时呢 他又组建一些民间的 带有民间面貌 但实际上是政府性质的 基金会向美国大学 欧洲大学去给你提供资金 就让你还有就是孔子学院的广泛建立 所有这些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工程 他们做得非常成功 好的 我们感谢曹雅学女士 在华盛顿接受我们的理解